決定你的小精靈了 有立不笑聲的專門店 牛腸鍋到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琴 來到東京VLOG的第二天 第一站就去昨天吃不到的炸牛扒 但是想不到早上11點多 它已經排長龍 最後我們走到附近 另一間多位點的分店吃 這間炸牛扒店 是我們每次來東京都必吃的 它只是賣炸牛扒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份量 或者可以加配小菜 現在等了九個字 差不多可以進去吃 我介紹這個炸牛扒 其實是偏生的 可以自己放在炭腦裡 煎到自己想要的熟度 我們倆都點了195克 即是1.5塊牛扒 再配上這三個小吃 不客氣了 いただきます 我們現在來到池袋的Sunside City Sunside City是池袋地標 裡面有水族館 還有不同類型的精品店 除此之外還會定期舉行展覽 2月份的時候 就有這個光之美少女20週年展 而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Pokemon旗艦店 叫旗艦店 當然跟一般的Pokemon Center不同 一上到2樓 已經看到超多的Pokemon雕像 決定來的小精靈了 除此之外 它還有比卡超甜品店 Pokemon Card的店 和Pokemon Go的店 南方 好酮喔 現在準備排隊給錢了 這裡的工場是Pokemon圖 然後我們買了一堆貼紙 Sicure和一盒Pokemon來吃 純粹看到它的盒很漂亮 這裡可以留意一些紀念幣 200日圓一個,比貼紙便宜 200日圓一個? 即是我要放多少錢進去? 200日圓 我純粹放200日圓 是啊 它不是輸出我的200日圓嗎? 不是啊 哇 小朋友,我找得很激動 哇 這個位置好像Pokemon Center 但是它後面自己在播放的音樂 是豬紙裡面的戰鬥的音樂 我們是不是可以挑戰? 你試試拿一排 電源終於是向你挑戰 有些少許藥水味 濃郁 很多空間 Ryuuu 有了 比卡超 是比卡超 很耕鬼 不中了 我們剛剛抽了兩次都抽不中緊貴 然後看到有個人在我們下一個抽 他一抽就出了緊貴 然後有些隻 他去問人家會不會想交換 但人家是想抽狗仔那隻 不是要我們比較貼 那隻不是狗仔包 那隻是另一隻 我們問他想要那隻 不過他說可以200日圓給我們 好好的人 我們有緊貴了 可愛 有納不笑聲的珠門店 小黑 小黑 好漂亮 小白被肉桂狗代替了 是嗎? 什麼 小白去了哪裡? 沒有了 在這裡 在這裡 小白又扮回他 在跟人搶啊 哈哈哈哈 臨走我們才發現 這裡的三樓是扭蛋白火 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扭蛋店 這裡有超過3000部的扭蛋機 還破了見利是世界紀錄 除了扭蛋之外 它還有一番賞可以抽 竟然讓我發現這個黑魔女的組合 我當然要試試抽 抽一番賞的票 所以要在旁邊的自助販賣機買 因為我不懂日文 所以我把照片拍下來 然後再給店員看 有店員幫我按 拿了收據後消毒雙手 然後店員就會在玻璃櫃裡 拿來要抽的一番相片出來 我抽完才發現 原來遊戲王最大那三個獎 都已經被人抽光了 被人抽了的獎 它會貼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還有空白位 就代表未被人抽 大家記得要看這張紙 再決定抽不抽啊 接下來 這一款福生小紙的扭蛋 六款裡面有五款都有拉帽 那我希望是中到任何一款 我都OK的拉 但怎麼猜得到 六份一的機率都被我抽中了 那沒理由連續兩次出六份一的機率 所以我決定多一次 那你幹什麼 我們本來已經離開這個SUNSHOT CITY 我們已經在這裡超過五個小時 但是走過走的時候 就看到現在賣這些可泥餅的店 好香啊 然後我們買了這個店長推薦的巧克力 好香啊 好香啊 是好吃的甜蜜 不是你喜歡吃甜蜜蜜的東西 我們剛剛走完這個卡圖 然後看到這隻高價收取的價目標 最貴的一張卡圖是一百萬元 好瘋啊 想不到我們在池袋走動漫夜 又走了一天 然後現在又是好像昨天一樣 走完才吃東西 因為ANIME的池袋本店 九點鐘就休息 現在已經八點了 那我們就出發 動漫 GoGoGo 想不到ANIME它有很多層在裝修 現在我們一進來這層 是變成了扭蛋區 很精密 牛腸鍋 到啦 我們是選了它推介的這個味噌湯底 乾杯 いただきます 嗯 這個味噌湯底 好味噌 好味噌 超肥 我們今天回來酒店 分享一下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主要都是你的 簡單來說就是卡 和卡 要逐個開嗎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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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走過後還未走過 其實很少送負面卡 這個是2000日圓 不是一張 你看到圍著幾張 就是一樣的 但是就這麼多 這個也是最新出的其中一張 精髮 然後同樣是在店舖買了一隻 然後它是800日圓 這個呢 這個呢就是盲盒 買給朋友抽 是900多日圓 這個是他買給表弟的小白公仔 可以在這個位置夾些字 這個也是900多日圓 這個呢 幸好抽到拉帽 這就是 這就是 金紅荷丸 這就是 金紅荷丸 我買了白醬 我買了六醬 還有它買給自己的這個 滯火龍的石頭 這個呢 1200多日圓的食物 它是 巧克力夾餅 左 卡鑽 我們今天的戰利品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明天應該會去抽結完動蠻的聖地 更多 希望我們到時可以有更加多的收穫 See you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麻煩大家給我一點動力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回家鄉啦 拜拜 拜拜